这天清早 记者在内蒙古晨报办公室 见到了披露此事的记者李粉荣 李粉荣说 这个事情是一个当地群众举报的 他们到达现场之后 立即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她站在我背后没有穿衣服 我特别震惊 我当时就后退了几个 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已经形容不出来我当时 反正我就觉得看她 因为上身P的特别烂 上身干脆就没有穿 从她那个上身的毛巾上面 掉下了几个几片蜀蜀 这个命运如此凄惨的弱小女子 究竟是谁呢 在这十几年中 她到底遭了什么样的苦难呢 现在的她 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呢 这天上午 几家国内的媒体 以及当地的相关部门一起 赶到了内蒙古托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的鱼树两村 这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 而曹小青所在的窑洞 还是这个村子里最偏远 最贫困的地方 面对人们的提问 曹小青的眼神 先是显得很麻木呆滞 继而则是害怕起来 也许是这十几年的非人生活 让她对所有男性 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感 为了消除她的敌对情绪 记者找来了一个女性老乡 和她对话 你看我们都是四川嘛 你不要想不要想 我们都是来看你呢 跟我们说说话呢 跟我们说说话呢 说个四川哈 都是成都话的 要得没有 会不会说成都话呢 会不会说要得没有 穿了吗 穿上了 走 穿上了 走一姐姐不怕的 你什么都自己都是老乡来穿的 你打包一勾我的 买包穿上了 怕我怕一怕一件 是不是好久没穿 你先去姐姐都 你看穿上了 全部都是老小 你看 全部都是老小 没事 小青 不得死 好 不得死 小青刚才给我们笑了 而且笑起来感觉特别漂亮 地地道道我们的成都妹子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很开心 是不是好长时间都出来了 在整个过程中 曹小青一直显得非常紧张 看到他这样欲言又怕的样子 随行的记者拿出了本子 在本子上写下了 我们接你回家几个字 曹小青这个时候才有了点笑容 并且一直用笔 在回家这两个字上面 就这两个字吗 是吧 想吗 你写个想 你看 笑了 你想的话就写个想 想不想 你就写个想了 想不想 咱们回去过吗 想回去 想回去 最终曹小青还是没能够说出一句话 也由于他一直拒绝开口说话 关于他的身世之谜 根本就无法解开 那曹小青的亲人们 现在究竟在哪呢 就在我们的记者出发到内蒙古的当晚 来自四川大英县的一条线索 也传到了成都 有人说 报纸上这个可怜的妇女 就是大英县 一个名叫曹文贵的老人 失散了十七年 他们以为早就已经死亡的亲人 另一组记者 连夜赶往了大英县 彭来镇 你曹文贵的老人 我曹文贵的老人 平时那个曹文贵的老人 就是我们就是 一条线索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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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丫头 我眼睛都给我吓个人 我眼睛都给我吓老公的女 我还没看到眼睛 我眼睛都给我吓不上 你看这些都杀的 这杀完了应该是 在曹文贵老人家里 所有人看到曹小青的照片后 都异口同声地说 这就是他们失散了十七年 他们以为早就已经死亡的亲人 只不过不叫曹小青 而是叫曹小琴 算起来啊 今年应该有三十六岁了 我就是陪着星期看见 看到没有没有 看 看到没有没有 这么去 心里头的都看见 心里头到叫这么去 比起的那个气败还拿手 你们现在啥子打算 打算是先不牵 始终是可以 希望是把人弄回来 弄回来 弄回来再把饼给它弄好 弄好后把人分子 把拐走得给我们摘 就说再擦拆 当晚曹文贵老人决定 派出大女儿曹永芳 大儿子曹永良和二儿子曹永 在第二天紧急赶往内蒙古认亲 那这个曹小青真的就是曹小琴吗 曹家三姐弟的内蒙古认亲之路 又会遭遇什么呢 四川人曹文贵 失散了十七年的女儿叫曹小琴 而在内蒙古被找到的那个 被拐卖的女人叫曹小青 虽然通过照片 曹文贵一家人都认定 这就是自己的亲人 但是十七年过去了 曹小琴还能记得自己的亲人吗 她的回家之路还有多远呢 休息一下 我接着给您说 在曹文贵老人家里 所有人看到曹小青的照片后 都异口同声地说 这就是他们失散了十七年 他们以为早就已经死亡的亲人 只不过不叫曹小青 而是叫曹小琴 算起来啊 今年应该有三十六岁了 我就是陪着星期看看 看到没有没有 看 看到没有没有 这一点头的就感觉 其实是刀叫怎么去 比起的那个七伏还还拿手气 这个叫 你们现在啥子打算 打算是先不牵 始终是可以 希望是把人弄回来 弄回来再把病给它弄好 弄好后把人分子 把拐酒都给我们在 就是在插菜啊 当晚曹文贵老人决定派出大女儿曹永芳 大儿子曹永良和二儿子曹永 在第二天紧急赶往内蒙古认亲 那这个曹小青真的就是曹小琴吗 曹家三姐弟的内蒙古认亲之路 又会遭遇什么呢 四川人曹文贵失散了17年的女儿 叫曹小琴 而在内蒙古被找到的那个 被拐卖的女人叫曹小青 虽然通过照片 曹文贵一家人都认定 这就是自己的亲人 但是17年过去了 曹小琴还能记得自己的亲人吗 她的回家之路还有多远呢 援救队到达的下午 曹小琴在有新闻媒体记者 和内蒙古当地有关部门人员 组成的联合救援小组面前 一直没有说出过一句完整的话 这个时候记者拨通了 四川大英县曹文贵家的电话 你把她扶进去吧 你们你的妈妈在叫你 妈妈在喊你啊 妈妈在喊你你说一种话 你回答妈妈一声 你把她扶进去吧 你把扶进去 她站不稳 她站不稳 站不稳长期没出来是不是 也许是由于十多年来 一直被禁锢在窑洞 这个狭窄的地方缺少活动 曹小芹的肌肉有些萎缩了 我们只能把它扶进窑洞 为了能够和她继续沟通 我们拿出了专程给她带来的 一些四川特产 希望这能唤起她对家乡的回忆 这个一直在人群外 局促不安走动的男子叫刘二珍 他是这个窑洞的主人 也就是曹小芹现在所谓的丈夫 刘二珍说曹小芹 是他和弟弟刘三珍堂的人家买过来的 刘二珍和刘三珍兄弟俩 一直在智力上都存在一些问题 在当时根本就无法正常结婚娶妻 据当地媒体之前的调查 曹小芹是被刘二珍家 以四千块钱的价格买过来的 至于他在被拐卖过来之前 到底还被转卖过几次 已经无法查证 但是一个中间人 曾私下透露了曹小芹 在来刘家之前 曾被三次转卖 而最后一次 在庞家的时候 曹小芹基本上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据知情人介绍 曹小芹被买来之后 名义上是刘二珍的老婆 但实际上是兄弟俩共用 你就是曹小芹取回来 是给你取的 还是给三珍取的 给你取的 谁给你取的 老汉 老汉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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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和谁住在一起 你三珍住在一起 平时刘二珍在家扮演着 勘妻的角色 而弟弟三珍 则负责全家人的零用生计 因此曹小芹在被卖到刘家之后 就一直居住在刘家的窑洞 十五年 不曾出来过 也正是到刘家的这十五年当中 曹小芹开始精神失常 那曹小芹十五年的生活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记者走进西窑 如果不是炕上的那个黑影在动的话 记者无法相信 这是人能够住的地方 黑色的墙体不时掉下来几把泥土 玉米杆堆满了一地 据说在记者来之前 屋里有两口大锅 一口锅连着炕 锅里满是灰烬 另一口锅是给曹小芹用来上厕所的 现在却只剩下一口 而且还被打扫得很干净 曹小芹吃喝拉撒都得在土炕上 土炕因此十分的肮脏 曹小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十五年 备受凌辱 他在来到刘家时已经怀有身孕 所以不久以后生下了一个儿子 之后没过多久 他又给刘家人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是女儿究竟是刘二真的还是刘三真的 可谁都不知道了 尽管生下了小孩 刘家的看管还是没有放松过 他无时无刻的都在想方设法离开这个地方 这一点在他摇动所刻下的字里头 能够很清楚地反映出来 跑这么回来 对 跑 大家看到了 这上面密密麻麻写的字 你看明显这是一个跑字 看见没有 明显这个是一个竹子 右边是一个包 明显是一个跑字 然后密密麻麻 这是一个跑 这是一个跑 根据了解 15年来 曹小青唯一的一次逃离 他是怎么走出村子的 没有人看见 也没有人知道 三天之后 家人在荷林格尔县的大红城乡 找到了一丝不挂的曹小青 刚刚被卖到这里的时候进行逃跑路 大红城乡 榆树梁村地处 内蒙古 呼喉哈德市 荷林格尔县 以东30公里 这里没有任何经济作物 全是黄土一片 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 不愿意回来 村里剩下的便娶不到老婆 而在这里 传宗接代的思想尤为强烈 所以这里经常会发生 买老婆生孩子这样的事情 在如此的情况下 救援小组该怎样解救曹小青呢 与此同时 小青的家人 也正在赶往内蒙古的路上 四川省大营县蓬莱镇的 曹家三姐弟 千里迢迢来到了 内蒙古呼喉哈德市 由于曹小青还在解救过程当中 曹家三姐弟暂时住进了宾馆 他们显得非常焦急 我们看了几张嘴皮看那个事 百分之百 这是没得没得特别人 不是把他领飞拿的时候 那个人 我们上次的都把他扒起载 相信一切办法都把他弄飞去 他不放那个是懂法的 只剩难保了还不放 你飞车发我们肯定说实话 你肯定也不得 可能也许要在家里 可能也许要去店 也许看到那种肠腼腆的 他说实话说实话 太残忍了说父话 下午三点 和林格尔县组织的120急救车 和医护人员赶到了曹小青所在的摇动 解救行动正式开始 可是就在医护人员准备 把曹小青接走的时候 他的两个孩子突然哭着 不让妈妈走 整个解救行动就这样僵持起来 这些叔叔们来 是为了给你妈妈看病 大家不会把你妈妈抢走 知道吗 叔叔们就是 主要是想给你妈妈把病治好 不哭啊 不哭啊 不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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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不哭啊 一家人就是一个正常的生活 不哭了 又是说是好看 不要哭 不要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解之后 刘家人终于答应 让曹小青出去治病 但是他们坚持要曹小青 在治好病之后 必须回到这个家里 政府帮你看病啊 对 治好病 治好病 你回来 三个小时之后 在和林戈尔县 有关政府部门的协调下 曹小青被送往了 内蒙古第三医院 也就是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 在这里 曹小青将接受 全面的检查治疗 来 上来 你当心吗 上来 进来 歇会儿 别在车上坐 来 大摩外子 他那里边的病房不属 他不知道要进去 与此同时 前往呼和浩特市 任亲的曹家三姐弟 却正在交集之中 由于他们没有任何证明 他们就是曹小青亲属的证据 直到当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医院依然按照规定 拒绝了他们当天和曹小青见面的要求 现在不行 那什么时候可以见这 你知道我现在不太高兴了 我现在就是家属要见你嘛 那家属就我们领过去吧 你现在矛盾了是吧 你现在矛盾了是吧 那估计什么时候呀 曹家三姐弟最后还是决定 在媒体记者的陪同下 连夜赶往医院 他们说无论如何 也要和曹小青见上一面 当曹家三姐弟来到医院的时候 医院病房的大门已经上锁了 根据规定 精神病医院晚上是不能探视病人的 在和有关领导进行协商之后 医院最终答应三姐弟中的两个人 进去和曹小青见面 别了别了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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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瑜行行 杨树瑜行行 杨树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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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天色太晚了 加上见面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曹家仁在看到曹小青之后 只能初步认定 她就是自己的妹妹 他们决定 在第二天早上 再进行仔细的辩论 再进行仔细的辩论 如果能够确定曹小青就是曹小青 他们下一步 还将通过DNA鉴定 做进一步的确认 看起来是有点强 没心情 妈呀 死了 死了 妹妹 上天下午 曹家兄妹在医院见到了曹小青 求你啊 求你啊 鼻子像我妈的鼻子 女生对她太喷了 女士们咱们都往后远 要不要打 你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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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久别的亲人 曹小青用笔写下了他十五年来 一直压在心底的渴望 十七年的事件 曹晓芹从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 被折磨成如今的模样 然而尽管如此 曹家人还是在十七年后的今天团圆了 在这里我们衷心地祝福 曹晓芹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 这样的人间悲剧千万别再发生了